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林的燕 現在錄影時間是禮拜三下午的2點39分 漲47點 今天一開盤很快又漲了100點 今天成交量只有1364億 很久沒有這種量了 更重要的是無量能夠大漲 你看前兩天的量 都是1500億 1500億坦白說也是不夠 因為之前下跌的時候 都是帶量下跌 2000多億的沙盤 漲上來反而量縮了 很多都認為說量縮反彈無力 你千萬不要這樣想 無量能夠大漲 其實所凸顯的是 賣壓已經清洗得很乾淨 上個禮拜四禮拜五連續兩天 融資大減70億 所以在節目裡面一直跟大家談到 台北股市已經嚴重超跌 我在上禮拜四禮拜五一直跟大家講 台北股市已經嚴重超跌 人家美國股市沒有跌 我們自相殘殺 多頭多殺多 跌成這個樣子 已經是嚴重超跌了 而且我還把美股跟台股的狀況 同步給大家看 對 你看美股的部分 你還要廢成不好聽 納斯達克也沒來啊對不對 人家又沒下來 納斯達克也沒下來啊 最近還連漲三天 我們反而一路砍低自己殺自己 所以問題不在國際 問題都在我們自己心裡 你如果沒信心 人家殺你就跟著人家殺 就會變成這樣狀況嘛 那融資大減70億之後 連續三天的上漲 融資都沒增加喔 禮拜一跟禮拜二融資都沒有增加喔 可見得投資人股票殺掉之後 不敢買了 那你不敢買行情會大漲 是不是可見得 賣壓已經清洗得很乾淨 所以這是一個全新的主流 這是一個全新的開始 尤其今天四天假期前夕 比我預期中好好來的好 我本來認為今天可能 指數就小漲小跌 因為要放四天假大家不敢買嘛 那不敢買一定是無量 那無量今天應該是小漲小跌 沒想到今天竟然這麼強 一開盤就漲了100點 可見得真的市場是沒有賣壓的 OTC指數今天漲更多 漲到0.95% OTC指數今天漲到0.95% 所以可見得很多強勢股跌升之後 也開始上來了 又是你還買中的還可以 懂得什麼 你要買對才行 你看今天這個行情 還是有16家跌停板 還是有16家超低價股 11家超低價股跌停板 你看是不是都是個位數十幾塊錢的股票 所以市場主力還是持續從超低價股 從超低個股 撤退出來之後 會轉到什麼 轉到新的主流去 他不會再去買那個低價股了 好不容易從低價股撤退出來 怎麼可能再買回去呢對不對 所以這是一個全新的主流 全新的開始 所以你不用擔心指數 指數也是會上去 壓對主流壓對保 才是最重要的 昨天晚上歐美股市 小漲小跌 因為市場在等待 美國總統大選 辯論會 川普跟拜登 首度的辯論會 看能不能端出一些 實際的牛肉出來 可是事實上卻是讓大家失望 早上辯論會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 我是一邊看盤一邊聽 聽了之後猛搖頭 沒有牛肉 只有雙方互噴口水 互相抹黑 那這樣看下來 其實拜登也 不夠英明果斷 美國疫情那麼嚴重 川普拿不出政績出來 你只要把牛肉端出來就好了嘛 拜登只要把牛肉端出來就贏了嘛 結果你沒有端牛肉出來 你還在指責對方 指責川普做得多爛 疫情怎麼樣怎麼樣 那川普也跟他抹黑 他也跟川普一起抹黑 說他睡的問題 那你這樣跟 川普打模糊仗 那就鄭重下懷了嘛 川普要就是這個嘛 川普拿不出政績出來 尤其疫情一直壓不下來 他已經是很難堪了 那你還跟他打口水戰 正好是川普要的嘛 所以這樣的辯論 其實 讓市場是有點失望 那台北股之間 假期前還能夠漲 所以我說比預期中 來得好很多 原本想說今天應該是小漲小跌 個股破洞可能也不大 量應該也不多 沒想到今天 量真的不多 1300億 反而個股表現那麼優異 OTC漲了0.95% 可見得市場賣壓真的很輕 該賣的上個禮拜都賣完了 那你還沒有買的 要趕快回來買啊 要趕快回來買 我說過 這是一個全新的主流 這是一個全新的開始 目前已經浮上台面的主流群 第一個 平蓋股 因為10月13號 iPhone首款的5G手機要上市 這會帶動 大量換機槽 因為目前果粉手機都是4G的 他這次先推出 低價版平價版 大概18000台幣了 這個會造成 大量換機槽 所以今天平蓋股還是很強 尤其平蓋股是台北股市 最有力的部隊 最賺錢的一群 可是你要買對才可以 今天平蓋股裡面 可塵最兇 可是可塵會不會 掉單很難說 因為大陸的工廠已經賣給 大陸的廠商了 那你把大陸的工廠賣掉 還能不能拿到機殼的訂單 這很難說 所以你不要看單純一天的行情 你要看未來真正受惠最大的 業績最好的 股價在底部了 第二族群就是 制裁中心受惠股 你看禮拜一開始 聯電 世界先進 華邦店 旺洪 南亞科 全部都大了 全部大了 真的受惠什麼 真正受惠最大的 當然是旺洪 你不要去買也不對 等下我再進一步說明 那第三個就是 國具跟紅海的結盟 我上禮拜五就開始說了 我們買324的國具 值得一堵的一支股票 我把原因也告訴你了 你看當時都沒人講對不對 禮拜五我買的時候 我告訴你沒有人談國具 禮拜一國具漲了7塊錢 也沒有人談國具 到昨天 劍爆了 國具跟紅海結盟 哇 大家去搶國具了 昨天國具一度大漲7% 今天還是繼續漲 這度開始 重點還是在國具 那第四個就是今天開始 又浮上台面的耳溫槍 耳溫槍 全球疫情高漲升溫 耳溫槍的需求 再度的提升 你有沒有發現到這四組 都是今年賺大錢的公司 都是今年業績很好的 所以不再是那些低價股 已經開始回流到這一些 今年賺大錢的公司 尤其股價修正很低的 所以你現在趕快回來 全新的行情 全新的主流 全新的行情 全新的主流 我們來看這四組 今天旁邊上最強 可能你會看到 太陽能 今天如果 談到 強勢的族群 可能很多人會看到太陽能 哇 今天太陽能 從碩核 國塑 貿敵 一路都大漲 可是我是不會去看那個 因為太陽能業績很差 加上太陽能 前幾天大跌 大跌之後的反彈 大跌之後的反彈 你看碩核業績還是虧損 上半年還是虧損了1.78 國塑的虧損更多 虧到2.92 貿敵 上半年才剛損益兩平而已 元金上半年也虧了0.9 聯合再生也虧了0.5 每個人都了解 所以那種業績爛的 我不會建議大家去買 那反而今天牌面上 最耀眼的另外一個族群 今天牌面上最耀眼 最耀眼的另外一個族群 豪展 泰伯 松翰 你看今天豪展大漲6.9% 松翰大漲3.6% 泰伯大漲4% 樂印大漲2% 耳溫槍耳溫槍今天全部都起來了 還加上另外一檔 口罩的 恒大 恒大今天也大漲了 5.4% 今天這一組防疫干領股又起來了 尤其以 耳溫槍這一組最強 你看豪展 豪展股價現在在100塊錢 105 今年業績是大幅成長 上半年3.3% 豪展是比較沒有修正到 松翰 最近也漲了一波上來 半年報 2.84% 2.84% 也不錯 那最賺錢的 泰伯 上半年賺了10.15% 泰伯 回很深 泰伯這一波很深 對300塊 從300元回到了180元 守住的年限 所以再注意哦 當然更重要的 熱印 熱印也是從150回到80塊錢 熱印上半年EPS 也有高達10.68元 半年報就10.68元 今年 熱印每股獲利 少說17塊18塊跑不掉 那之前一直下來是因為 前一波漲了83天 這一波漲了83天 緊接著從高點回下來 又回到第83天見低點 所以在上禮拜四的時候 出長黑 隔天開始上來 而且外資連買了 外資已經連買三天的 硬態 熱印了 外資連買三天的熱印 耳溫槍概念股的熱印 這要注意哦 又是一個全新的主流發動 是不是都是今年賺大錢 股價回很深的 所以你要押這組的股票 在全新行情裡面 你要押對保才行 我們來看一下國劇的部分 國劇也是啊 上禮拜我就跟大家講了 上禮拜我就說 全球最大廠的春天製作所 股價已經創 今年新高了 第二大廠的太陽幼電 也開始爬起來了 就剩下國劇 還沒有上來而已 既然國劇又繼續漲了3塊半 全球兩大廠已經創新高了 只有國劇還在低點 那你說值不值得賭 所以我不是亂賭 我們是看到國際之間的互動 值得一賭的行情 人生難得一回賭 在最關鍵的時候 風險最小 值得賭一把 所以我上禮拜五 上禮拜五324買 你們都知道 我當天就有說了 我說停損頂多這隻腳外面 219 319 不就只有5塊錢而已 300幾塊的股票 停損5塊錢 也不就風險才1.5%而已 那一旦如果對了 那一上去 就是一個全新的波段 春天製作所已經創新高了 國劇會不會去創新高 有那個想像空間喔 如果創新高就要往500塊錢去賣進 會不會那麼強 但你買在低點你也不用擔心他 蓋多少錢你賭多少錢你穩贏嘛對不對 尤其國劇今年併了積美之後 全民EPS有機會從去年的16塊錢 倍增到30塊錢以上 所以這種股票是最好的標的 如果休息五個月 休息了5個月股價在底部 今年業績大爆發 加上國際大廠 春天製作所已經創新高了 所以你要買這種全新的主流 全新的開始 那至於中興半導體制裁受惠的股票 今天很多人還在搶聯電 今天聯電成交量還是有42萬張 昨天成交量有50萬張 大家用錢在聯電裡面 都擠在聯電裡面 你知道昨天外資賣聯電 昨天外資大賣聯電8萬多張 禮拜一漲停板買了4萬4千張 昨天賣了8萬多張出來 幾乎把他買的全部都丟出來 可是當充的人還是很多 我說聯電我不會去碰 因為已經漲一倍了 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要的是底部 不是高檔的 包含5347的世界先進 世界先進在禮拜一漲停的時候 我也說過啦 世界先進已經漲一倍了 55元漲一百塊 你還去那一百塊不就沒意義了 你看講完之後是不是 就是馬上一根藏一棒就打下來了 2344滑幫店也不錯 可是業績太爛 你看2408南亞科 最近也開始一路上來 也開始起來了 可是最重要的還是在 2337的旺宏 最重要是2337的旺宏 外資連買兩天 禮拜一買了1.9萬張 昨天買了1.3萬張 我給大家看 9月份 外資賣超台北股市賣了500多億 在外資賣500多億的時候 外資買什麼股票 我們來看外資買的股票 這是9月份外資買超的股票 我們把一整個月來看 一整個月看下來 9月份外資買台股 買超張數最多的 第一名 前三名是誰 我們來看 看了你就知道 所以有時候話不用漲太多 直接把數據給你看 你就知道 9月份外資買超台股 賣了500多億塊600億 買進的第一檔 群創 第二檔 友達 第三檔 就是旺宏 9萬6千幾張 外資並沒有買聯電 9月份外資聯電是賣了16900張的 所以這樣一比之後你就知道 一樣是 制裁中心受惠股 人家外資是壓哪一檔 一看就知道 就不用我多說 所以為什麼一直在講 旺宏旺宏 就是這個道理 而且旺宏在整個時間周期部分 也是很漂亮 在整個時間周期部分 突破下降軌 漲14天 壓回14天 再發動 又是一個全新的開始 如果美國正式制裁中心半導體 Nova Flash一定會嚴重缺貨 Nova Flash一缺貨 旺宏就是最大贏家 今年每股獲利有3塊錢以上的實力 比去年成長一倍 股價還在低檔 聯電已經在高檔了 旺宏還在低檔 而且旺宏賺得比聯電還多 旺宏賺得比聯電還多 你看聯電今年 每股獲利 才7毛錢而已 旺宏 上半年的獲利1.4 比他多一倍 旺宏的毛利率 34% 聯電的毛利率只有23% 那一個在高檔 一個在底部 你說你應該買誰 很清楚啊 不用我多說 所以我們在分析在選股 其實經過 層層的把關 經過層層的把關 好 平蓋股的部分 兼2474可乘 在平蓋股裡面今天最強 可是我說過 可乘這次能不能真的拿到 蘋果的訂單 還未定論 因為大陸工廠賣掉了 還能不能真的拿到單 讓人家有一些想法 那股價也一直下去 有時候股價會說話 當股價一直下去的時候 可能市場的疑慮 就會比較高 所以平蓋股的部分 你要找什麼 你要找真正這次 受惠大的公司 你要找真正受惠大的公司 經營店也不錯啦 這是制裁中心半導體 同時 它也有蘋果的訂單 也是蘋果概念股 兩倍落底 這邊開始起來 這要開始起來了 那國陽也是 33天 36天 33天 33天 禮拜一拉漲停 這兩天回檔 回的空間也不多 今年全年8塊錢 尤其 銀建股 最賺錢的公司 接下來又有減肢的動作 所以國陽有努力在金Q 也沒有財 好 平蓋股市 台北股市 最賺錢的產業跟族群 你看8月一收 創新高有這麼多家公司 創同期新高也這麼多 可是你要買對的 你要買對的 你要買真正受惠大的 因為畢竟5G手機 跟4G手機還是有差異性 去年4G手機三款 受惠最大是晶圓店 那今年5G手機裡面會發表 低價兩款 高價會等到11月份才會發表 誰 才是最大的受惠者 由哪一些零件 才是最大的受惠者 你要壓對保才行 不要看到漲就亂買 這樣就不好了 我們來看今天平蓋股的部分 今天平蓋股的部分 因為大盤量太少 平蓋股幾乎是漲 只是說漲得沒有來得那麼強 可是後世爆發力裡面 你要看的是未來的爆發力 真頂我還是持續看好它 蘋果含量高達80% 全球最大的印刷電路板公司 今年每股獲利有12塊錢 創新高的實力 這八仗騎上去就開始燈檔了 三四零六玉金光 現在在打底 這次從838回下來 年性在低檔 再打底 所以你看平蓋股今年賺最多 股價又經過大破斷的修正 在後面有一串 如果帶得上來的話 那麼整個大盤升華 的速度就很快 6510的金側 今天金側 又漲了11塊錢 你看金側也是三支腳 這也是很漂亮的線型 一支腳 兩支腳 三支腳 尤其指標 一波比一波拉得高 依照這樣的進度跟動作 如果沒有錯的話 後禮拜兩天來就衝出去了 下禮拜兩天之內就衝出去了 三隻腳打完之後 一衝出去 三八二就六塊一塊 七八二就六塊一塊 金側要注意 但這種比較高單價的 看你個人 那其實也不貴啊 買一張兩張也可以嘛 一張兩張也會賺大錢嘛 誰規定說一定要買很多 但你資金部隊 資金實力夠 買多單也是很好 瑞宜要注意 這次平板 背光模組 獨家供應商就是瑞宜 打底也打很久了 今年美股獲利 也會有高達十二塊錢以上 都是稍微斷碗的 所以平概股這次 如果能夠點火 把全面給燃燒起來的話 那麼對於整個大盤的攻擊火力 就很可觀 那穩帽 昨天外資也是繼續加碼買進 這個底也是越來越紮實 等 半年限 三百塊錢一站上去之後 三百塊又站起來 就開始噹噹啊 指標也快要黃金交叉了 今天三二二七的原項 也真強 今天漲了 四塊錢 外資已經連買三天了 外資已經連買三天的原項了 這個底部也快打出來了 目前原項全力感攻 任天堂的Switch 同時最近也傳出來 印度無限耳機的需求倍增 印度無限耳機的需求倍增 八月份的銷售 比去年同期成長八倍 去年同期成長八倍 所以原項也是最大的受惠者 所以你不用去買太多 亂七八糟的股票 你鎖定我剛剛跟大家講的 四大產業 四大新的主流 平概 中心受惠股 國劇 耳溫槍 這四周 對裡面找就好 或者你可以直接加入我們的會員行列 我們現在有 新品上市 新標股登場 好理讓你帶回家的活動 全新的遊戲機 加全新的平板 全新的行情 我們一起 全新的開始 壓隊主流 接下來全新的主流發動之後 就有機會賺大錢 我們的負責線 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本公司以往前期效不保险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券券 無不當至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謝謝評估並伺服投資風險